為甚麼提武機就是剝奪香港人選舉權的一個制度 一個簡介小冊子 還有我們去推動要求政府設立公投法的原因 所以大家朋友見到我們的義工有這些單張和小冊子 都不用害羞可以隨時拿一本 拿一份 我們今天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反契狗麥特大遊行 將會在下午三點鐘就由銅鑼灣東角度出發 逃擊這個拉仔的警察總部 還有這個新的政府總部 聽到林瑞麟在這裡說一些垃圾的言論 究竟批捕惡法是怎樣惡化呢 它是怎樣侵害我們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權利呢 很多人都不清楚 希望大家能夠從我們的義工手上去拿一本小冊子 去了解自己的權利 怎樣被政府一步一步剝斷 我們堅決反對替補機制 政府最怕的就是我們市民的聲音 最怕就是我們願意站出來捍衛我們自己的權利 今天我們民間人權陣線舉辦了這個反契狗麥特大遊行 就是給大家機會表達自己的聲音 堅持反對這個替補機制 希望大家能夠加入我們中國道別遊行陣線 遊行的老師 去遊行到新的政府總部 替補機制完全垃圾 完全垃圾 反對替補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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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除垃圾公關 林水林下台 林水林完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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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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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原住立心 政治檢控可恥 政治檢控可恥 恍我社會公義 撤回拘捕可恥 撤回逮捕可恥 漢以政府的逮捕機制 任何時反對警察科大 漢以警察黨權 尊偉豪可恥 真偉豪可恥 李兆光下台 曾偉豪可恥 李兆光下台 警權無限大 港大被出賣 警權無限大 警權無限大 港大被出賣 港大被出賣 曾偉豪 下台 曾偉豪 下台 李兆光 下台 李兆光 下台 曾偉豪 下台 曾偉豪 下台 曾偉豪 下台 李兆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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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 曾偉豪 下台 李兆光 下台 李兆光 下台 李兆光 下台 下台 李兆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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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英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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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見不可知 中規龍發台 中規龍發台 英國族 長江喜良 中規龍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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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失禁我沒有了 警察被人拜上台 警察被人拜上台 人權被人任意無罪 人權被人任意無罪 警察無開門 警察無無罪 警察被人出門 警察無罪 警察無罪 各位參議員今天就有了 佐藤玫瑟 挺多的 我們在警察開會的時候 我們曾經瞞算過 可能參與遊行的人數只是圍縮 可能是幾百 這件事的確因應人數的安排 為了大家參與遊行的朋友的安全 我們同意行行人路 但是因應警方近日濫權的行為 我們是非常不滿 許多市民參與今天的遊行 我們現在要求政府 要求警方 開出共識打倒的行車路 讓所有遊行人士 能夠順利前往新的政府總部 較早前 警方依然堅持說 我們開會的時候 同意了的路線安排 但是我也曾經跟警方說過 也都曾經跟警方說過 如果因為警方濫捕 更加多的市民 走出來表達我們不滿 警方是要協助 所有參與遊行的市民 順利舉行這次的示威 我們要去到政府總部 我們要求很簡單 警察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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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無限大 警察無限大 人權被出賣 人權被出賣 今天參加反對替火惡法的香港市民 你們好 我是民陣的召集人范國威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 根據原本我們和警方的討論行線的安排的話 就是說如果是三數百人 是小人出席這個遊行的話 我們轉出去告示灑狗 就是會走這個行人路 不過同一時間我們負責和警方很久的朋友說得很清楚 因為近日警方濫權濫捕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大量的市民 好像今天這樣 是有上千的市民 是來到參與這個遊行的話呢 我們就要求警方來到這個位置 是開出到時打道的行車線給我們走 不過警方拒絕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現在在這裡繼續和警方談判 要求他開出這個行車線給我們 走開新政府總部 現在我們作為大會要求參與者 在這一刻這裡大家坐下來 直到我們和警方完成這個商討為止 所以請後面的朋友 請大家根據大會的指示 如果我們在這裡坐下來 直到我們和警方有最後的決定和安排的話 我們就會很清楚 告訴大家 好不好 好 警察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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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本機制 完全立殺 完全立殺 反對剃補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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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除垃殺高官 送水垃補惡法 林須林下台 林須林下台 林須林完全垃裟 林須林完全垃裟 林須提補惡法 為普選送材垃裟 為普選送材垃裟 反對剃補惡法 為普選送材垃裟 因為我們一路遊行 來到 警察方面 就是要我們停留在路口裏面 這些行為 就是蓄意阻攔我們 遊行的隊伍 攔毀我們 但是我們要求 反對剃補機制的信念 是不會讓他難為 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堅持 努力地 直至都可以說一句 反對剃補機制 萬歲 大家好 我是黃永志 那我就是前幾天 星期三 早上就被警察上來 然後踏走了 然後去提堂 那就是想說一說 為何我們要反對 這個剃補機制 首先就是我們想一想 上年為何我們要發動 一個五區公投的運動 那當時我們都是其中一個 就是參與者 其實我們有沒有發覺 香港的政制是非常之封閉 沒有一個渠道給市民 可以很清晰地去 在一個議題 表達一個意見 所以上年才有 這個所謂的五區公投的情況出現 那如果政府說有公投法 那當然就不會有 這個變相公投出現 對不對 所以政府其實最怕就是甚麼呢 最怕就是有這些清晰的民意 可以凝聚出來 我們這一年以來 見到好多的這些政治警方的事件 包括這個 包括例如說這個 就是之前的超過敵事件 又或者是之後 就是3月6號 就是這麼多的 針對財政預算的這些事件 我們見到這個 政府的政治警方是越來越嚴重的 它針對的 其實不單止說要 就是掩護我們 而且是想打整個運動 令到大家就是怕了不監出來 我們為何要出來 這樣搞這些民間運動 這樣的社會運動呢 是因為我們發覺在議會裏面 一些傳統的途徑 其實根本沒有可能 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給別人去表達意見 以及影響到政府的施政 所以我們才在議會的外面 搞很多的民間的抗爭 搞很多的社會運動 我們相信群眾的力量 相信只有一些群眾的動員 才可以阻止到政府的一些惡法 正如出一 有22萬人出來 和上千人在那裏 在中環那裏 就是靜序 在那裏堵出他的馬馬路 和做一些社會的抗爭 才可以令到政府的惡法 進行這個所謂的假諮詢 還有我們近年的小一的一些 一些抗爭 其實老闆已經在針對一些 不單只是傳統的 所謂政治領域的一些 政制問題 而且我們見到 例如說 3月6日的一些財政預算 以前是爭取一些財團 也不是爭取財團的統頓 而之前高地的抗爭 亦都是爭取大支管家 他們的利益 因爲我們阻礙他 起一條高鐵 阻礙大支管家 繼續貪貪的女子資本 還有最後就算是車 但其實都是針對財富再合理 再崩潰的一個訴求 我們總統的抗爭 已經針對這個政治 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 所以政府和商家 需要這麼大的反彈 可以見到商家和政府 我們吃餐飯 哪個電話 我們現在都正確的選擇 但我們小市民 其實是不能這樣做 我們沒有資源 我們唯一的工具 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唯一的工具 就是我們組織起來 團結起來 進行一個端爭 所以 其實只要 如果政府 它的政治經濟 去改變的話 以後這些端爭 只會越來越升級 對 對 我多謝 就這麼多 大家好 我是鄭天鵝 你為甚麼都是一輪的警察 在早上七點幾時 上屋 不理得到呢 剛才記者問我 會不會因為這次推行 就怕了政府 我說我一點都不怕 我一點都不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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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都為了 我為我們最基本的補選權 就被立法會 挖黑我們為暴力的示威者 給政府 建堂 挖黑我們為罪人 但是 我想說真正的暴力 源於在我們背後 一個黑巴巴的 政府審命 一個夾著很多條大買路 要來到這裡 只能夠迂回抗截 這樣走這些天橋 才來到的政府總部 來到這裡 還要不讓我們進去 政府總部裏面進行集會 要在這個馬路裏面做集會 所以這個政府 由頭到尾都沒有聽過你的民意 人民的聲音只會越來越大 人民的行動只會越來越升級 不會因為一次半次的政治拘控 帥一個排隊 使誰 不要 員工 媽媽 我是陳諭 是今天學來的 Apply 今次 Quer 很多朋友都問我 怕不怕 我第一時間會回應 我 transf myself 我不怕 我很害怕 有罪的是特區政府 有罪的是香港人權的中共政權 我們是為了奸貴我們的自由 保守權、民主、政治平等 所以站出來參與遊行、集會、自由、自威 但是政府為了保持這些表達民意的方式 進行這個政治檢控、公安條例 迫遲政府修改已經超過20年 但是政府完全沒有理過這些民間的聲音 這次他用這個公安條例進行這個政治打壓 正好讓我們看到這個政權真正的面目 這些的法律、這些的權力 如果不受弱制的話 受侵害的人民根本無處白色 我們面對這些法律的程序 面對這個警權的打壓 除了站出來參與遊行示威講話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幫助呢 所以即使我們這次被拘捕 我亦都呼籲所有香港市民 因此更加應該站出來 害怕我們自己的權益 我們爭取民主同事 我們現在甚至倒退到爭取這個保選的權利 這個特區政府真是極度可恥 所以政府今次一定要撤回這個泰保機制 這個也是我們所有人參與一次遊行的心聲 撤回泰保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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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垃圾方案 撤回泰保机制 撤回泰保機制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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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ways 大家好,我是黃楊達 我們為什麼要反對體股機制 為什麼要要求政府收回這個惡法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七一大猶合的時候 我們二十多萬人上街 我們連續三天包來和教會 每一次諮詢會我們都出來 強烈表達我們的意見 民意是很清晰 我們捍衛的東西 是猶如空氣和水一樣 最基本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我們香港人爭取普選 是普選啊 爭取了幾十年啊 完全沒有出爭 到了今天我們發動這麼大規模的遊行 多次抗爭 我們只是要求保衛法罪基盤的選舉權 我們香港的民主運動 輪到這個地步 是誰的責任啊 是誰的責任啊 是誰的破壞社會的安慰啊 政府 我還沒見過這麼無恥的政府 帮著幾百萬人的市民的臉在說謊 告訴我們聽 日後在電視上各個廣告跟我們說 說市民有意願有聲音 希望堵塞 辭職堵鼠的流動 這麼大的謊話都說得出 告訴我們聽 不開公投 說了什麼的投票率 因為騙低 在他眼中騙低 所以大部分民眾 是林穗倫的 林穗倫你有多少票啊 暴力 你一票都沒有啊 沒有啊 暴力 我們 捍衛我們最基本的選舉權 你以為我們最基本的 是跟我們死亡 然後 譴責我們 譴責我們暴力在立法會 通過警察的機器 司法的機器 通告我們 說我們 擾亂公眾安靈 誰擾亂公眾安靈呢 大家看看我們今天來這場示威 走的路 悠悠悠悠悠 沒有人見到 來到政府總部 連門口都去不到 那兩個假資訊大會 所有門口都封住了 精彩民意 喂 你開這扇門 封鎖民意 我們當你這扇門了 好 你再擺 我再撞 你再繼續封這扇門 我們再報到你幾次 我看看你 我看看你究竟是耕莊的偉多 還是人民多 是不是 是 馬上周回合法 馬上周回合法 我要選舉權 我要選舉權 不調價之心 不調價之心 我要選舉權 我要選舉權 不調價之心 不調價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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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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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友投債後主 這是由五居公投開始的故事 是嗎 我自己說過 五居公投只不過是一個預演 不單是要來給所有 包括民建聯的勇膽 包括支持政府的市民去投票 去表達香港的民意到底是哪些多些 哪些少些 我們是有一個公平的機制的 就是去做一人一票 無論是辭職去造成這件事 或者是香港有公投法去造成這件事 其實那個原意都是一樣 他都說了 這件事是一個演習 不是單單只要來為了雙普選 還人民這個機會 也是為了抵禦23條的惡法的 這個是我們五個立法會議員 為何一意孤行要做這件事 為何我們一意孤行得到大家的支持 很遺憾 後期 我們看到了 民主黨和其他的泛民黨派 不贊成五居公投 背蓋五居公投 造成了所謂 五十萬人投票不夠多的事實 最慘的就是 還要通過那個 了農方案 到了今年 這個政府和我們算帳 就是說 不可以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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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我今天 被民主黨 我和民建聯 在立法會 封過了個決議 是說我 和其他 去到這個 諮詢會場的人 行使暴力 要譴責 這個簡直是一個 匪夷所思的神聖同盟 罪惡同盟 民主黨支持 民主黨支持民建聯 的替補兼 這個動議 民建聯又支持 民主黨的心定動議 不可以議員 代表公民黨提出的議案 得一票贊成 這個是什麼議會 我想請教 難道吳可義是傻的 吳可義提出的議案 就是 疑忠流程 他不是 在一個牆壁的 就是說 當日都未查清楚 有沒有暴力在 他說他們 不斯文而已 這樣都不行 這樣還未首先判 民主黨 是為了把自己的腦袋 丟進文匯報和大風報的時間 在家裡 是 這個真是賣有求榮 但是很簡單 我講幾句 因為我想大家明白 如果梁家傑給人家 在街上掩摩地下 他說他秘密 我一定買他 因為建公平時不是這樣的 你報警 你報警 你不要再打他 喂 現在我們 所有 當日參與 公迷國民的人 完全放逆行使暴力 而我們的所謂盟友 竟然和我們的敵人 一起通過決議 選擇我們使用暴力 配合地審司盼 配合政府的所謂言情 這是什麼政黨 庫子的政黨 庫子 庫子 我明天受到報案 我明天11點鐘就是 就是我被人打 各位 我已經準備了坐牢 我已經準備沒有立法會議員坐 我聽到 這個全世界的 保皇黨都說 要嚴懲 嚴懲 嚴懲 他靠你一隻腳 我像個奧斯蒂安寮 我絕對不會怕 我絕對不會怕被判罪 絕對不會怕 我立法會議員做 我犯的罪 是人為的罪 是人定出來說 誰有罪誰沒有罪 我沒有犯到原罪 原罪有什麼 原罪就是 用小數人 用暴政 用專制 壓制多數人 原罪就是 小數人的快樂 結束在高數人的痛苦身上 好 只要這個制度 存在一天 我都不會服 只要這個制度 存在一天 就算我被全世界的人 說我犯了人為的罪 我都不會和我們一起犯完罪 好 好 其實這個遊行 我們那個預備時間 都是很短的 都是十幾天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次都挺滿意的 遊行人數 而今天是政府諮詢的最後一天 這個會是我們諮詢期裡 最後一次行動 但是絕對不會是整個反蒂保方案的最後一步 如果政府繼續一意孤行 去繼續推一個方案 我們會再發動一個群眾行動 對於今天 我想有兩個安排 我們不是很滿意 第一個就是 剛才看到軍器廠街 轉去告示打圖 在我們跟警方商討的時候 警方是提出行人路 但是其實我們都不斷跟他們說 就是說 如果遊行人數比較多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建議 開多一條馬路 就像剛才那樣 但是最後 其實警方都僵持了很久 他們才願意去開 其實我們都是有點失望 還有最後你見到都是非常和平地進行 其實都顯示 其實這個做法是可以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們見到今天後面的門上開 就是這個政府總部 他最後這道門是沒有開的 其實在早前我們跟行政署的接合的時候 行政署的回覆就是 他們用了第一個理由 就是說他們說工程是未做好 所以不讓我們進去 但是 即使工程做好 他也是不讓我們進去的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那我們對這件事是非常之失望 因為新政府總部的廣場 其實是很大的 即使我們不明白 為甚麼是唯獨 是要在一個星期六的時候 就不開放給這個群眾使用 所以你見到剛才其實都造成很多的不便 在這裏 其實剛才那個人數 我想一千五百人 跟我們以往做開的遊行都差很遠 坦白說我們這次的遊行 我們走完之後 都已經覺得 不可以再走的了 這條路線 第一件事就是 天橋的位置 其實殘疾人士根本是走得很辛苦 第二件事 你看到我們的Banner 遊行的工具 其實是很難拿得到上去 而第二件事 其實我們曾經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有談過 可不可以不是走天橋 或者是用其他方法 但是警方的回應就是 要不就是走非林明道出 但是走非林明道 就是說我們射流行路線 就會去了海旁 我們不接受我們的民意 是會被拋去海旁的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在剛才轉彎 那個彎位 就是由一個軒尼斯道 轉去一個分域街 我們曾經都有提議過 其實可不可以再走到 去附近 就是政府總部附近 才去轉呢 最後其實他們就說 他們提出了兩件事 就是高速公路 就是告示打道 他們就不願意開放 就是不願意開放人車線 另一件事就是 軒尼斯道 只能夠 好像剛才這樣走 就不可以走到 逆行車線 我們覺得 其實他們主要 就有兩個考慮 一個就說 他們就說危險 第二件事就是 交通擠塞的問題 但是坦白說 任何遊行都一定會 構成相應的擠塞程度 其實我們覺得是解決得到的 我們希望 即是未來 或者是明年 其實七一遊行之前 我們會早日 希望可以和警方去 商討這個遊行路線的問題 你覺得今天有1500人 其實代表了些什麼 還有什麼成效 你們覺得政府應該要回應你們 坦白說 今天我們預備得這麼急 都堅持要有一個遊行 最主要就是 因為過往那幾個月 其實政府是嘗試買時間 他希望市民擔放這件事 然後令到它可以無聲無色的通過 逮捕機制 我們覺得不可以讓這件事發生 即使今天的人數 沒有知不會和七一相等都好 我們覺得我們有責任提供一個平台出來 是令到市民 換醒市民 去知道這件事是未完的 而對我們來說 其實這一場這樣的抗爭 其實今天才是開始的 你覺得林水良今天就說三條 三條都有得修改 你了解 是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 我猜可能因為早兩天 他自己說自己回來 或者處理第二部機制 所以他怎樣都要說些事情 坦白說對我們來說 四條都有問題 對於民間的聲音很清楚 就是要維持回補選 這個是我們自己 我們很清晰的立場 我們是不會退的 這方面 林水良今天也說 今天也說 有五六成的人 去責任的一個方法 你怎麼看 坦白說他就沒有公開到哪一個民調 他就說 現在放假做了很多民調 其中有些是這麼說 但是坦白說 我想在七一遊行裡面 以至到其實近段 就是見到大律師工會 或者是法律界的人士 以及有些學者和市民 其實都表達了 其實對這件事他們是反對的 之前也有新聞說過 在專業界別裡面的反對聲音都很大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 維持現狀是最好的辦法 你說抗爭現在才開始 是不是等政府正式 再上立法會 你們會再有行動 這段時間你們會有什麼行動 其實在過去兩個月 我們都會主要是做一些研討會 以及做一些小冊子 其實那個做法 就是希望能夠做多一些教育的工作 其實在未來來說 我們都不會只看著政府做的 如果去到政府 其實它可以隨時拿出一個方案出來 所以對於民陣 會繼續在不同的團體裡面 即是我們會加強一些聯繫 亦都會希望在不同的社群裡面 去講述回政府機制的問題 就開了